为救助两个巴西婴儿,菲尔米诺宣赠5.9万英镑虎扑8月9日训,菲尔米诺宣赠了5.9万英镑,用于救助两名巴西婴儿,两名男孩患有脊髓型肌肉萎缩症,他们一直努力在社交媒体上筹集资金,这样才能接受相关治疗,他们需要筹集827,032英镑,但还缺59,132英镑。 据悉,菲尔米诺和他的妻子拉里萨佩雷拉捐赠的缺的这笔钱,孩子的父母亚历克斯和赛德阿莫林和施莱默,感谢了菲尔米诺和佩雷拉,两人的捐款加上原来的钱,现在两个婴儿可以接受必须的治疗了。 施莱默在社交媒体上写道,罗波托·菲尼尔诺的妻子拉里萨佩雷拉联系了我,让我的心平静下来,他说,我们将会捐赠还缺的那笔钱,我哭了很久,因为我们等这笔钱等了太久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